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这个你们知道吗 他们教委就是老师他们 这么大的大楼多就给1500万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一幢大楼给1000 全部1500万 那总共四幢大楼了 四幢大楼1500万 对 那反正它肯定是不可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申见羊俊 今天一网友邀请到上南路 上南路这边 这里是一个金黄金鸡广场 主要是网友让我拍一下 他们这里一个城中村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网友让我拍的地方 里面已经基本上拆的差不多的 然后这条是上南路 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刚刚已经车子已经停在这里了 然后这里停车费是10块钱 网友这次让我到这边来拍什么东西 我自己还不是很清楚的 然后这边还有菜地 这里是浦东以前一个什么村庄 我也叫不出名字了 然后这里菜的差不多的 然后这边也是坑坑洼洼的 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 这个地方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这个极发大楼有点破破烂烂吧 就冬天7年这里全部都拆完了 现在就听了这个人说他付拆 他们的工资以前五个月什么都发不出来 你们工资发了没有 没有 没有 你没问到现在没发 你们工资照到底是谁发的 老板发的 就这个极发大楼的老板 这困难了不得了 现在他的老婆在生病 都会还开刀都没钱 具体讲讲怎么回事 等一会儿等那个吴老师的 哦 先回去 工资这么长时间没发的 没钱啊 没钱啊 老伴们炒票的吧 指老伴们炒票的吧 哦 个大了 个大没搞的嘛 那你出门了 弄你的铁销了吗 我吃了五岁了 哦 吃了五岁了 十八年啊 十八年 哦 我打了我吃了五岁了 全部加起来八千万分钟 这里以前是一个 就是服装厂 服装厂啊 对 以前是服装厂 我可以讲 那么以前这个对面 是些什么东西的 人家的房子 都是 是当地人的那个宅基地是吧 对对对 城中村 城中村 这里全部都是的 那时候这里有洗车的 有红模家具的 就是家具厂什么的 当时这里都是 你不是说那边是城中村吗 城中村人家就是 房子嘛 就借给他们的这种房子嘛 啊 借给他们的房子 就是 全部 现在那里全部都安置完 几天前就安置完了 啊 可是就是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对吧 就是 呃 现在呢 我们是这个几栋楼 这一栋楼是有产生的 是4000多个平坡 哪栋楼有产生 这种 一号楼 一号楼 嗯 一号楼是有产生的 那这个二号楼是没 二号楼是有八个有基本的 哦 有八个有二号 这里还有四号楼啊 对 一号楼两号 那里有三号楼 那里还有 那里有三号楼 就是四号楼 那意思就是 这里就这个几发大楼没有拆 是吧 就是几发大楼没拆 因为这是后来他们就 竖装厂 后来就是 改成了一个就是 几发大楼 创业大学生创业园区 嗯 我们都是小微企业嘛 到这里照常影子进来的小微企业 嗯 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 当时后来他们 就是15年16年的时候 不是说动签了吗 嗯 要告诉 动签了以后吗 这里 哎呦 这里怎么录吗 堵住了 怎么都不能录 侠水管嘛也堵住 嗯 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创业嘛 嗯 水 下雨天水不是都倒进来了吗 嗯 倒进来了以后就是那个都堵塞 堵塞了吗 多水啊 都把我们我们也回去了呀 嗯 都倒灌 冠起来 等我们来的时候 几只台电脑啊什么的 全部找脚子 放到机箱啊 放到下面 哦 那时候就是 损失了好多 客服来的时候就觉得你们这里这么乱糟糟的 嗯 退单的退单 做生意的没法做生意就是损失了好多 就是挺影响做生意的 是吧 挺影响 后来就是创业园西的老板我们影响吗 他也影响了 那我们也跟他谈了 你这个房租啊什么的 对吧 他他也就碰到了这种瓶颈 嗯 碰到了这种瓶颈了以后 他的老板 我们都是各个小微企业 哦 连了个刀 我们就是到这里来创业的 那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在这里创业了多少时间了 都 我们是12年 12年 12年来的 哦 然后到15年 16年这个期间 说冻牵了 然后不允许我们经营 我们很多退单啊什么的 开始说要动牵 哎 就是动牵了单子都退掉了 对啊 我们不让我们经营啊 那时候 那我们想应该是很快的嘛 嗯 所以这拖了那么长时间 为了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这个你们知道吗 他们家围就是老师他们 这么大的大楼 多就给1500万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一幢大楼给1000 全部1500万 那总共四幢大楼了 嗯 四幢大楼1500万 对 这个 那法人他肯定是不肯的呀 哦 对法人不肯 现在时候我们老板也经营不下去了 那么那这个大楼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家 就是有28户 嗯 大家就拿房子出来 就是 就是说银行的抵押贷款嘛 贷款的钱都给老板 也是把这个因为工人要发 他们工人要发工资啊 嗯 那还有银行的利息 都是老板他们来商量的 现在没想到一拖拖了7年 现在老板 当时什么 你们拿自己的房子抵押 你们都是这样的 对 28户的 哦 所以说现在老板 老板他忧郁症了 拖了7年 人受不了了嘛 严重忧郁症 抵押贷款主要是维持这里 是吧 对啊 哦 我们没办法经营 也不给我们经营 那时候 那时候都不知道 这个路都堵掉 这里堵掉都堵掉 就是说我现在进来来还可以走的 当时有可能就不好走的 就是淤泥啊 当时是可以走的 不然说冻青了以后 他们晚上就卡车的淤泥啊 一车一车就往这里炒 哦 就把它堵住了 我们来的时候都要像爬山一样的 爬过来的 那客户就觉得你们是不是 你出了什么问题了 嗯 就是人家要退单 是不给你 我们的企业都说我们的企业是有影响的 本来我们的企业开了快退了 那客户过来一看 还是弄乱去吧 嗯 张不拉机的 对吧 对 因为我们也是张商影制那时候进来的嘛 嗯 也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也在这里 我们不属于大学生 但是我们也是属于张商影制的 小微企业进来的 我们早就进来 后来没想到就破7年 7年他们老板老板娘现在他们承受不了了呀 都刚刚到医院里面去了 那我们房子下个月都开始法拍了呀 就是这个房子的 呃 产权人是吧 对 那我们自己家的房子不是底的吗 28个人家嘛 嗯 那银行都还不起的呀 到下个月就开始要法拍了 有的已经是到期了 他乡他已经到期了 哦 已经要法拍了 哎呦 一下他会走 哦 知道了 嗯